原标题 原标题被骂了几十年的大汉奸,关键时刻就像二十九万中国军人晚年郁郁而终。 抗日战争时期涌现出了很多英雄,他们为了保家对国在战场上浴血拼杀,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。 但在这期间,也出现了不少卖国求荣的汉奸,他们自然受人唾弃。 今天要讲的是被大家骂了几十年的大汉奸,但他却是被我们误会的,这个人就是夏文玉。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,很多国人都选择去日本留学,夏文玉就是其中之一。 夏文玉从小学习十分刻苦,后来顺利去到日本留学,还获得了硕士学位。 就在他刚刚硕士毕业时,抗日战争爆发,夏文玉准备立即回国参加抗战。 然而,夏文玉早就被日本人盯上了,就在他刚刚返回中国时,夏文玉就被日本人邀请做翻译。 这样的要求,自然遭到了夏文玉的拒绝,日本人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 所以,抓住了夏文玉的家人让他做选择,面对日本人的血。 破,夏文玉无奈之下只好答应。 此后,夏文玉就成为了国人口中的大汉奸,遭所有人的讥讽和唾弃。 由于夏文玉工作能力突出,而且是一名中国人,所以便派遣他去说服李宗仁将军,想让李宗仁将军为日本办事。 李宗仁面对夏文玉的到来,盯着他看了许久,只说了一句话,国家残破如此,作为有志经验,你就无动于衷吗? 李宗仁将军的这句话,让夏文玉顿时清醒了过来。 后来,夏文玉暗地里帮助中国抗战,经常传递日军情报,但表面上仍做着翻译的工作。 以此,国军伤亡惨重,不敢贸然出兵。 夏文玉冒死传来了七个字,日军南东北不动。 也正是这几个字,让李宗仁立即调整了战略,最终歼灭了日军三千多人,也彻底粉碎了日本两师团会师台而装的企图。 如果当初没有夏文玉传来的情报,将会有29万中国军人被监密。 但当时并没有人知道是夏文玉救下了这一切,所以他依然背负着汉奸的罪名。 抗战结束后,由于夏文玉模糊不清的身份,只能逃往日本,并在日本建立了家庭。 夏文玉一直想要脱掉汉奸的罪名,但迟迟都没有等到,直到晚年郁郁而逝。 或许是造化弄人,在夏文玉死后,他的英雄事迹才被公知于是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